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念佛法门 正修是念佛 助修是断恶修善 吉功雷德 我们要明白伦理道德因果 我们的身口意才能断恶修善 吉功雷德 假如伦理道德因果这些道理 我们不能深入 我们不能搞清楚 有可能在伦常关系当中 我们还是造恶业 就不能达到助修的效果了 所以助修也还是要靠明理 人不学不知道 人不学不知义 而且不明理 自己要把心用对 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我们要随缘消旧业 不再造新秧 那还是要明理 还是要懂得怎么修身齐家 怎么治国 我们也可以延伸到 因为毕竟我们不一定是公务员 国家领导人 干部这一类的 但是有可能我们要带领团队 企业 这个都是要懂得怎么为政 就是治国的部分 那现在地球是一个村 所以平天下 所谓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所以这些理 我们搞明白了 我们才能 在我们这些本分决策当中 断额纠缠 极功雷德 就像我们现在地球当中所面对的 这个极端气候 温室效应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息息相关的 每个人都有责任 怎样改善呢 这个温室效应的问题 那有很多科学的数字 分析都说明了 现在最好的方法是能吃素 这是能改善温室效应最快的方法 因为整个人的饮食习惯 现在吃大量的肉 就得把这些原始生灵砍发掉 整个大自然就失衡了 你看这么多雨灵 它能够把这二氧化碳转成氧气 那现在排放的这些二氧化碳很多 那生灵都继续砍发完了 所以大气中二氧化碳越来越多了 这个就造成整个温室效应的情况了 那我们明理了 要为地球尽一份责任 当然能把这些道理跟亲戚朋友寻寻善用 让更多的人能这么做 那这些问题才能得以改善的 所以现在很多提倡吃素 这个都不是宗教徒在提倡了 很多是已经警觉到地球的危机 他们也是知道用这个方法可以解决了 我们今天从三十九句开始学起 相约见雷震 君子以恐惧修行 这一句是易经正卦 这个相传当中说的 见雷震是接连不断的雷声 那这个是震动的象征 那君子面对这样的自然 大自然的一个景象 他的态度是以恐惧修行 就心存了 敬畏恐惧之感 就戒胜恐惧了 因此修养道德 醒茶几过 这个修行就是修养自己的道德 反省自己的过失 那古人的认知 所谓天人合一 大自然跟人心分不开 我们很熟悉 我们很熟悉 上书有讲到 做善降之百祥 做不善降之百秧 那代表人心 做善做不善 这是人心的行为 他感召的自然现象 是很不一样的 人心善的 风调雨顺 国泰明安的百祥 做不善 那就很多灾害产生了 就好像 任严静当中就提到了 贪心感水灾 称恨心感火灾 愚痴感风灾 傲慢感地震 正所谓一切法 从心降生了 所以这些灾祸 也是人心感召的 像《无量寿经》里面提到的 《佛所行处》 《佛所行处》 《国义秋聚》 《米不萌化》 就是佛法的教诲 大行于这个地区 赶来的是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灾力不起 《国风明安》 《国风明安》 《兵歌无用》 《崇德行人》 《勿修礼浪》 《国无道贼》 《明无厌亡》 《强不凌落》 《各得其所》 你看里面也是提到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所以整个大自然 是我们的依报 随着我们的心转的 所以我们也从很多历史当中 包含佛门 比方说这个地方 有个大修行人 他住在这个地方 会影响周边的百姓 都有接受到他的教化 那个地方不遭难 那我们了解了这个道理了 那我们在面对大自然的环境 我们也懂得恐惧修行 像孔子 在乡党第十也是提到了 孔子遇到迅雷 风烈 必变 这个很猛的雷 这个很猛的雷 那这个风很强烈 刮了很强的风 哪怕是在晚上 遇到这种天气的变化 比较迅猛的 这个变就是应变 听到了 也是起身一观整齐 来反思 这个强烈的大自然的现象 这一段时间 自己的道德如何 落实的如何 都有这种反思的态度 包含这个先王 我们看这个群书 《360》第一册 有提到 《陈汤的六问》 因为陈汤 他遭遇了旱灾 遭旱 那应该是挺严重的 他以六件事 自责曰 这个原文提到了 正不结也 史明吉也 公事容也 女业慎也 包居行也 《陈汤昌也》 用这六件事 自我反思 自我责备 问到了 第一 正不结也 就是 治理正事 不符合法度吗 所颁发的政策 是否适不适当 第二是 史明吉也 一时百姓 论语当中提到 到奸慎之国 治理一个奸慎的国家 净事而信 首先提出来是恭敬 每一个政策 推出来影响的面都很大 这个政策假如不妥当 影响就是全国的百姓了 所以要很恭敬行事 像现在的做法都有 事行 不是一下子就 全面来实行了 敬事而信 对老百姓要有信用 结用 而爱明 使明以实 这个使明就是 安排百姓 来参与一些公共建设 你让百姓出来服劳役 有没有考虑到 他农忙时起 不要安排 假如那个时候安排 可能他就没有收成了 他生活就困难了 这个都是一个领导者要考虑到的 所以他问的第二个呢 是一时百姓有没有过度 第三呢 公事容业 这个公事是不是建设太奢华了 好 好 刚刚 论语那个句子 结用而爱明 因为 不节俭呢 这所有的花费啊 都是明子明高啊 所以太奢侈了 老百姓 老百姓 这个负税的负担呢 就非常重 好 再来 这个女业圣爷 是德士的宾妃 近年呢 干政 形成风气了吗 我们顺着这些句子啊 其实这一些因素啊 都是历代啊 这个王朝衰败的主要的一些因素 他政令不妥当啊 或者劳逸人民太严重了 老百姓生活不下去了 然后非常奢侈 浪费了 好 包含这个后宫干政了 后宫干政了 延伸到外戚干政了 这个 对一个国家的影响啊 都非常大 好 还有 这个包居行也 好 包居呢 指的是贿赂 好 好 因为古代行贿啊 恐怕能知道啊 所以是以这个 草委包裹来掩饰 好 这个包居指的就是 这个草委来 好 把要贿赂的东西包起来了 好 好 好 那贿赂风气严重了 好 好 这个朝政就 很腐败了 好 好 再来是禅夫 昌野 好 其实静禅眼的人呢 是不是太猖狂了 好 好 那就是这些小人当道了 好 这个小人道长了 君子道销了 好 好 所以陈汤呢 他遇到这个干旱 他的态度啊 就是以这六近事情来反思自己了 好 olduğu 然后 后来呢 他自己啊 面对这个情境 humming 好 然后也有陈子啊 提到呢 说要用人祭祀 那商汤他觉得自己是国君 不能用 不能伤害人民 所以他就自己来作为祭祀的贡品 所以后来也是他这个陈兴 也是感动上天 后来就降下雨来了 所以陈汤的为君之道 是万方有罪 罪在正宫 他不把责任推给百姓 他这个当领导者的态度很可贵 那这个是商汤他自国 遇到旱灾的一个态度 那其实我们传统文化是小大圆龙 这些义礼 用在我们家庭当中 也是很能够 给我们有所提醒 那比方说现在家庭出现问题了 比方说孩子不听话了 那这个时候是指责孩子呢 还是懂得自我反省呢 或者夫妻感情出现第三者了 那这个我们是用什么态度啊 来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些静缘 因为我们心用对了 这些静缘呢 才会往好的方向去转 我们刚刚提到了天人合一 一报随着正报转 正报是我们的心啊 心用对了 这个一报才能往好的地方转 一个家庭当中啊 不可能几十年都是一帆风顺 都有可能遇到家庭的状况 而我们面对这些状况的心态啊 就决定了 这个状况是会越来越严重 还是能够逢凶化起 扭转乾坤啊 就好像这些圣王 他遇到了那么大的灾害 那他用对心了 这些灾害就能够转化掉了 所以心用对了 才能违机啊 变为转机了 那刚好我们这个单元呢 讲的就是反共内省啊 这个中庸也是指导到了 社有四夫君子 社见当中有君子之道 施诸珍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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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这个剑没有射准啊 没有射到靶心啊 那是射箭能 技术不好了 要返回来 反省自己了 包含孟子也提到了 人必自武啊 而后人武之啊 人家侮辱我了 他为什么不去侮辱别人呢 可能我们的行为不够自重了 招来别人的侮辱了 家必自毁啊 而后人毁之啊 所谓家火不烧啊 也火不起啊 可能就是夫妻啊 家人之间有嫌隙了 不能懂得去化解 这个外面的缘啊 才能趁虚而入了 那国必自发 然后人发之了 一个国家遇到侵略 很可能是他内部已经有冲突了 所以其他国家的趁虚而入了 所以家庭团体啊 遇到一些状况了 要往内反思啊 才能改善问题了 比方说团体 假如这个 流动率 企业团体流动率 很严重 那这个时候 那这个时候在指责 离开的人呢 那我想这个情况会越来越严重了 主事的人能反思 到底是什么问题 那就有可能这个问题改善了 甚至于离开的人呢 有可能再回来了 这个整个事物会怎么发展呢 很可能都是主事者的这一念心呢 在决定的了 包含一个家 这个家长的心念 也影响这个家庭的发展 就像这里 汤王的这个六四自责 你拉回家庭里面 家有家归啊 那我们整个家庭这些规范 妥不妥当呢 不能太远 也不能太松啊 不然都适当了 那这个使民即也 一时百姓过度了 那我们现在家庭当中 家里面的这些工作 有没有让某一个家人 承担过度呢 这样有点不公平呢 不公平啊 但是深怨了 有没有体恤到家人的状况 甚至于小孩读书 结果呢 连吃都吃不安稳 连睡都睡不够 孩子的身体都受到影响了 那这个家庭往后会好吗 自要没落胶齿啊 这个家庭以后能不能发展得好啊 最关键的是他下一代 他现在整个身心都不安了 被科业逼得喘不过气了 父母不只没有体恤啊 还继续给他施压 这个跟这个情况就也是相近了 你把老百姓劳逸的 他都喘不过气来了 那他当然会反抗了 那同样的你把孩子逼到 他身心都出问题了 那就麻烦了 包含公事荣业 就是你一个家庭 有没有太奢侈了 建筑太豪华了 所以这个古人留下来了 勤俭为持家之本 也不节俭了 不勤劳节俭了 这个家就维持不下去了 孝替是传家之本 谨慎是保家之本 和顺是齐家之本 这个孩子都不读圣行书了 这个就伴向已入了 所以古人留的这些话 我们常常都要拿来反思 自己自家有没有符合这些原则 所以诸子自家格言提到了 祖宗虽远 祭世不可不成 所以这个祭世是 弘扬孝照的 那么远的祖宗都感恩了 怎么会不孝顺眼前的父母呢 那子孙虽于 经书不可不读 他读经典 他才明里才能分辨是非三恶了 一个小孩不懂得是非三恶了 那肯定迟早要出事了 所以这里提到的 不能说此 这个女业圣爷 在古代后宫不得干政 所以女子把家庭的 皇家的家庭的事管理好 国家的事是由天使 有皇帝来管理 那我们也听过 这个天下第一家镇联 他们家人口超过千人 能够治理的和合 他各种的原因 明太祖给他们家试验 给他出考题了 拿了两颗水梨 这个正年的处理 拿了两个大水缸 把它砸碎了 这个汁都流到水缸 每个人喝一碗 很公平 这个叫 平等对待 才能和睦相处 假如是不公平 所谓大小眼 不要说自己一千个人 不公平 自己的小孩 他们兄弟之间 就不合了 就会互相计较了 所以当父母 当君王 当老师的心要平 不然家庭团体 甚至班级 都有可能会有情况出现了 而且正宁跟明太祖说 治理好 这个整个家族要不听复言 当然这一句 我们要依照 依义不依语 他这一句的意理 主要强调什么 因为在古代 女子受教育的比较少 假如没有受过 圣贤经典的教育 难免心量没有打开 所以心量小的人 他都是为自己 为我的孩子 来打算 那你家族那么大 都只为自己了 那很难没有纷争 而且他讲的这些话 假如又影响 他的丈夫 那这个家庭的嫌隙 就有可能会产生了 所以这个意识 应该是不能听 自私人的话 不能听心量小的人的话 那我们看 为什么有一句俗话讲了 您娶大家奴 不娶小家女 是大家人的仆人 但是他在这种氛围之内 他看事 这种格局都不一样 考虑事 都是为整个家族在考虑 所以他心量比较大 那这个虽然是这一家的千金 但他家庭小 他可能格局就不大 所以假如女子呢 她受很好的教育 圣前教育 心量很大 那当然 那当然 讲的话 丈夫要重视了 但是假如呢 家庭里面呢 心量小的人的话呢 就不可以受他影响了 这个是正联提的 不听复言的 其实这个对我们在家庭当中 甚至是在企业团体当中 都挺重要的 包含包居行言 这个不能有 贿赂的这些情况 因为一贿赂了 就不能秉公处理事情了 那你家庭团体里面 也有可能用这种方式 最后你上位的人 不能秉公处理事就麻烦了 俗话说的 吃人家的嘴软 拿人家的手短 这个都要避免了 包含不能听禅言 家庭也不能听禅言 禅言甚莫听 听之祸殃阳结了 听了禅言 君听臣当诸了 领导者听了 这个下属就危险了 父亲听了 这个父子关系就麻烦了 那夫妻一听了 可能要到离婚了 朋友之间听了 可能这个交情就要决裂了 所以五轮关系当中 都要慎禅言 所以老祖宗的这些经典 它是小大圆楼 大可以用在治国平天下 小可以用在修身起家上面 好 这个是我们 见到这些自然的景象 也能懂得自我 省察反思 好 我们接下来进入下一个单元 是修身笃行篇 丙 就是仁义存心 我们来看第四十句 言冤问人 只曰 克己赴礼为人 一日克己赴礼 天下归人焉 为人有己 何有人乎哉 曰 请问其目 只曰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好 这个言冤 请教如何能够实践人德 人道 因为这个人 是儒家所追求的 修养 那孔子 好几位弟子都有问人 那孔子给他们的回答 都不完全一样 这个也是 因财施教 那我们看孔子可以 言辉的焦导 孔子指导到了 克己赴礼为人 克制自己的欲望 使自己言语行为都合乎于礼节 这便是人 我们一般 一提到这个人 都会想到人者爱人 可是给言辉的指导 是克制自己的欲望 就像 大学 两纲八目 首先是格物 所以 格制成正 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 这属于内圣 就在自己身上下功夫 这是自爱 进一步 修其自平 才能去爱家人 爱众生 但是它的基础是 自爱 我们冷静想一想 一个人不自爱 把自己生活搞得乱七八糟的 他拿什么去爱别人 举个例子 今天我们脾气都控制不住 他能把人爱护好吗 不把人下个半死就不错了 所以他能 克己 他能让自己 让自己不是变成 这些习气欲望的奴隶 他能随顺自己的本性 自爱 他才能去爱得了人 所以欲爱人者先自爱 欲知人者先自知 所以古人这些教诲 也都让我们知所先后 折净道矣 所以我们看佛家 众生无边试愿度 发这个愿很好 可是从哪里下手 烦恼无净试愿断 要先对峙自己的烦恼习气 你看这个教诲 儒家佛家都很相应 儒家就要从格物下手了 接着提到 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人焉 只要有一天 真正做到克己复礼的功夫 那么天下的人 都会受到感化 而归向于仁德 那我们从历史当中 比方说这个顺王 他所在的地方 一年成聚 二年成义 三年成都 他有德行 一年好多人搬来 跟他住在附近 变成一个聚落 两年变成一个县城 县义 三年这里变成一个都市 道之所在 天下归之 向周朝 周文王 仁慈 当时有两个国家 渔国跟瑞国 因为土地争吵了 他们就想去找周文王 评评理 找周文王评评理 代表他在他人的心目当中 是很公正的 所以不知道 有没有人找过我们 评评理 假如都没有 那这个我们也要 反思 刚刚我们这个 前一个单元是 反攻逆行 都没人找我们评理 那也代表 可能我们的品性 这种威性 对方还不够佩服 结果两国国君 天然入到文王的国度 首先发现了 他们农地之间 空的走道很宽 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农民之间 没有去争这个土地 都是互相让 后来到了 这个京城 看到走在路上的百姓 都互相相让 后来进到周文王的朝廷中 看到官员也是互相礼让 结果这两国国君互相看一看 还没等周文王出来接见 他们不好意思 我们回去吧 结果回去之后 他们就不争这个地了 各个都让出地来了 结果这一件事就传遍了 当时候的天下 结果就有几十个国家 都来归附周文王 所以孔子这一句 有一天真正做到克己了 复礼了 这样的修养功夫了 真的天下的人 都会受到感化来归向仁德 就像师长 他老人家克己复礼 完全没有自私 一心未苍生 那我们也看到很多跟他有缘的众生 弟子也在效法他 为众生来服务 这个也是天下归人焉 所以该一个人真正做到克己复礼了 他真正产生的感化力量非常大 我们不少弟子有机会 跟老人家相处几个小时 几天 都会被老人家一举一动 说感动 这个都是老人家一举一动 都非常真诚恭敬 这个都是克己复礼的功夫了 我曾经遇过一个企业家 当时候人家要求他去听师长讲课 他还起一个念头 因为他从商的 他听朋友介绍 他觉得不可能 这个世间哪有无私无我的人 后来他到现场听课 本来坐在后面 听听听 他不知不觉往前面移动 所以老人家的慈悲射受力还是很强 后来这一个同修 他听完之后就持续接触老和尚的经教了 他本来是受英文教育 普通话都不怎么会讲的 后来他每天听每天听 普通话就越来越会讲 你看他不相信有牺牲奉献的人 可是当他接触到了 他也被感动了 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 但恐诚心未知 真的做到客气负礼了 真心显露了 很自然能感化别人 所以古人讲的 人之初性本善 这是真实不虚的 所以为人有己而由人夫在 实践仁德还是全靠自己下功夫 还要靠别人吗 所以东方主事道都是内学 是内求的 不是求别人的 孔子在论语也说了 人远乎哉 我遇人 私人自已 我们肯受此老儿上教诲 老儿上有一个妙法 念念为他人主想 这就是人的落实 那就是一个念头而已 圣狂之分在一念之间 我们能把自私 自私转成念念为人想 把自私放下来 就是客气了 客气负礼了 然后念念为人想 所以人离我们不远 就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这个念头 转过来了 而且 这个仁爱慈悲 是本有的真心 我们只要把这个障碍真心的习气 把这个自私自利能放下 那本有的东西 他就能显现了 不是从 外面来的 不是别人给我们的 是我们本有的 好 那言渊问 请问其目 请问具体的条目 从这个问话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 言回修行 是非常务实的 他听了一个好的教诲 他会想 下所处在哪 具体怎么落实 就像师长老人家 他请教 张家大师 知道佛法很好 要怎样能很快弃路 张家大师回答 看得破放得下 这六个字是理 道理 接着师长讲 从哪里下手 这个问法跟言回的 请问其目 很相似的 那张家大师知道 布施 具体的做法 布施 那张家大师说 今天给你六个字 回去做六年 而且从哪里 从布施开始做 其实布施也是 放下自我 那孔子接着具体回答 从哪里下手呢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其实都是从这些地方 克制自己的习气 才能恢复我们的恭敬心 离者敬而易 我们在这些地方都随顺习气了 不要说去爱人 根本就会伤害到别人 比方说 比方说 非礼物事 不合理的 不看 就像于静义公 他看到漂亮的女子了 她的心就动了 心动了 对人就不恭敬了 动了一些邪念了 那铁定也会给人家很不舒服的感觉了 所以这个不合预理 不能看 就像弟子规说 非圣书 秉悟事 逗闹场 觉悟境 这个首先才是爱护自己了 不然一看这些境界 自己的心就堕落了 都被欲望给胀住了 那在古代也有 因为 不尊重人 给人家乱看 看到 遭灾祸的 当时候静文公 到了朝国 结果 朝国国君 好像听过人家 说这个静文公的 肋骨 跟一般的人不大一样 朝国国君 居然在静文公 洗澡的时候 去给人家偷看 这对人很不尊重 文公就很生气了 后来他当了国君 他当说是宠儿 公子宠儿 后来当了国君 记得这一件事 就讨伐朝国了 所以你看对人不尊重 赶着来灾祸 非礼物听 不合乎礼的 不听 我们一听 这个心就受染污了 这个不自爱了 所以自爱的人 善护自己的亲近心 比说长 此说短 不观己 莫显管 那不合乎礼 不说 非礼物言 就像我们 不能乱插嘴了 论语当中也说了 时然后言 人不应其言 讲话不能不恭敬 太浮躁了 这个面对当下的静缘 心要恭敬 要安定 不能乱插嘴 其实乱插嘴的行为 就反映我们的浮躁了 心形一如 尤其 你的侍奉 很有地位的人 这个讲话的分寸 更要拿捏好了 就像 两百三十三句 这个是论语当中的教诲 孔子曰 这一句话的说 是论语与君子有三千 言为吉之而言 为之造 言吉之而不言 为之影 未见颜色而言 为之古 你看言语当中 这个应对都要懂分寸 这里的君子应该比较是指国家领导者 是论语与 事奉的时候容易犯三个过失 话还没到该说的时候 我就说 为之造 心服气造 话当说而不说 这个为之影了 就有隐瞒 隐特的过失了 没有观察君子的神色就说话 为见颜色而言 为之古 就是不懂言语分寸 犹如盲人说话 不看对方 大为失礼了 所以这个非离物言 那 这个俗语也说 心平气和则能言 我们的心没有平静 还浮躁 甚至还有情绪 都不适合讲话 不然伤了自己 也伤了别人了 就好像我们情绪起来了 没有克制 又出去了 铁钉伤了何气了 所以非离物言了 再来非离物动 不合理的事情都不能动心 不能起心动念 所以在一切静缘 护好自己的恭敬心 清净心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修行功夫了 所以要自爱 才能爱人 要护念得好自己的心 才能去护念他人 所以欲 对爱人者先知爱 这个赤地 在我们这一个单元 仁义纯兴 首先提出来 所以要仁义带人 去爱人 首先还从自爱下功夫 好 那这一节课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好 谢谢大家